到蚊子多 那么很多人讲说奇怪 啊你怎么比较不容易被钉 我的身上怎么一堆蚊子包啊 那么以前曾经有这个网路的流传说 体温比较高 或者是酸性体质的人呢 比较容易被钉哦 我们看到南投有国小的小朋友 就拿小黑蚊来研究一下了 结果推翻了这样的说法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 好像皮肤白的人 比较容易被钉哦 重点是小朋友们很可爱哦 以前说啊被钉了蚊子了 哦蚊子来了 马上啪一把打死对不对 现在说啊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 就让他吸我的血吧 等到回家再去擦小屋室就好了 你看啊这里也是小黑蚊子 学生这里 这里快起 小黑蚊实验小学生手脚都成了红豆冰 即使如此还是有了新发现 我身上有那个味道 还有内侧皮肤看起来有点白的 实验期间学生让小黑蚊子 由丁咬回去采摩擦药 简直就是吃尽了苦头 师生在网路上看到传言体温 较高或酸性体质的人容易被小黑蚊钉 为了验证这句话老师带着15名学生吃素 把体质调为弱碱性 但还是很容易被小黑蚊钉 有些人他皮肤虽然比较黑 但是他常流汗身体有体味的 他也容易被钉 或者是有些人他身上擦的那个香水 他那个也会吸引小黑蚊钉 研究的师生还天天量体温煮药草 对照体温较高是不是容易遭小黑蚊钉上 但结果并不是如此 白皮肤的人会不会比较不容易 就是比较容易被钉这样 有没有这样的科学根据 目前是跟这个肤色没有关系 副公国小师生的结论认为 皮肤比较白的人小黑蚊最爱 而这个结果还没有正统的学术单位验证过 所以并非百分百的结果 但国小师生为了研究小黑蚊 牺牲与毅力都令人佩服 哦呀哦呀哦呀 主任新闻周大祥 南投采访报道 南投采访报道